今天国内本土确诊数增加4.4万例 比上周同期增加3.3% 疫情已经是连续13天升温 而国庆廉假过后 即将要迎来的是零加期的边境解封 疫情会不会再大幅攀升 医师沈正南认为 下周三单日新增确诊数 有机会超过6万例 下下个礼拜三还可能会更高 不过新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估计 本土疫情会在10月20号出现转折点 疫情会开始明显走下坡 各式各样的海鲜料理 在台面上一字排开 韬客们看了口水直流 双十廉假开跑 不少民众不畏风雨 撑着伞也要到花莲知名海鲜餐厅 来排队吃好料 台湾逐渐走向防疫新生活 但8号新增4.4万例本土个案 比上周六多了3.3% 疫情连续13天出现升温迹象 也让外界担忧 国庆廉假过后 疫情会出现反弹 机会会比较少 因为台湾其实已经 很快速的进入高峰期 接下来从每日4万增加到 每日5万上下 增加幅度不算是会很多 究竟本土疫情会继续加温 还是渐渐趋缓 一时沈正南认为 疫情曲线上升的动能还在 高峰还没到达 推估到了下周三 单日新增确诊数 有机会超过6万 而下下周三还可能会更高 但新光医院副院长侯子仁 借日韩疫情走势分析 台湾这波本土疫情将在10月20号出现转折点 会从高原期走下坡 到10月底左右 这段时间应该都是所谓的高原期 20时候会比较高一点 那其他的 我们现在高原期来讲 应该就是在差不多4万多这样而已 而廉价过后紧接着就是边境解封 台湾疫情发展会如何 目前变数还很多 接动我的 双雪廉价天宫不作美 8号宜兰多个景点飘起细雨 热门景点清水地热 游客人潮少了两三成 国道5号南向交通量也比往年来的低 高宫局预估9号下半天 就会开始出现北反车潮 国道5号从中午过后 一路到午夜12点 都会以北反车流为主 提醒民众避开地雷时段 多利用替代道路 宜兰清水地热园区 游客挤在屋檐下躲雨 天宫不作美 双十廉价首日 清水地热的人潮 比之前的廉价少了两三成 宜兰传艺中心 则因为有室内空间 涌现不少观光人潮 早的人潮看起来就是 跟疫情是差不多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 已经排定行程的家庭的亲子客 那加上说园区里面呢 有很多的室内的体验 跟展演空间 八后一早雨神来轿局 似乎影响民众 前往宜兰地区游玩的意愿 廉价首日 国武南向的交通量 比往年来的还要低 今天的交通量 大概在九点以后 就有比去年高的状况 大概增加了一%左右 那国武的部分呢 截至到下午三点为止 我们南向通过雪水交通量 大概有两万七千四百辆次 相较于去年同期 是减少了10% 高工局预估 九号上半天仍持续有南下车流 下半天开始会出现北返车潮 国道一号中午过后 到晚上八九点 苗栗到湖口 还有西罗到浦岩系统 北向车流较涌色 国道三号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 关西到大西等路段 也可能会比较塞 国武要留意 中午过后一路到晚上十二点 都会有北返车潮 国六下午四点后 西向车流也比较多 提醒民众出发前先查询路况 避开地雷路段 记者综合报道 国庆年假首日 南部涌现车潮 有新娘子要出嫁 沿途必须经过台一线 因为塞车还耽误了入洞房的最佳时程 至于在小琉球也涌现游客 民宿几乎一榜难求 有人订不到住宿 干脆选择到露营区搭帐篷过夜 国庆年假第一天 屏东通往墾丁台一线 出现出油车潮 水底辽五叉路口八点左右 来到每小时两千多辆车次 塞车至少都得塞上一个小时 还有迎去车队 因此耽误行程 从芳山到潮州要迎去新娘 明明已经抓好塞车时间 却还是延误进洞房的最佳时程 而在小琉球也是一大早涌现游客 海边放眼望去全市人 浮潜游客一团接一团 廉价这几天定房率几乎全满 有人找不到住宿就找露营区搭帐篷 而根据统计小琉球登岛人数 也在下午突破一万多人 至于在美食之都台南 国华街每到廉价人挤人 这次也不例外 为在转角的知名善于意面 门口排起长长人龙 这超好吃的 我每次来都会吃 可是没有来就不用来台南 其他小吃摊也快被人潮淹没 廉价开跑 民众把握难得假期 来趟美食之旅 接着台南屏东综合报道 被称为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是晶片大战的关键 也成为美国政府官方 兵推的关注对象 来看到这个是外媒彭博社的报道 熟悉美国总统拜登决策情况的人士指出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针对中国可能袭击台湾的应急计划做加强 为了维护以台积电为首的台湾尖端晶片产业安全 最坏情况下 美国会考虑协助撤离台湾的高技能晶片工程师 对此专家表示 由此可见 美国对台湾高科技产业的重视 但台湾也应该要强化科技安全 不只感谢台积电赴美设厂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对台湾在科技领域上成就也很肯定 但就在8月初他访台之后 中共军演不间断 根据外媒报道 熟悉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决策情况的人士指出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针对中国可能袭击台湾的应急计划 以做加强 主要是应对以台积电为首的台湾尖端晶片产业安全 还说在最坏情况下 美国会考虑协助撤离台湾的高技能晶片工程师 是协防台湾的这一种状况越来越明显 这个所谓的撤交计划 协助撤退的计划 我想就是针对核心的 专家表示 美国在人才竞逐上其实有实力可循 而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 如果中国袭击台湾重创台积电 可能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超过一兆美元损失 先前还有美国将军学者在记刊中透露 如果台湾被占领 美国会提前中国一步 摧毁台积电所有机房 阻止北京取得先进晶片技术 台湾应该要强化我们的科技的安全管理 不会因为这些盟友的担忧 反而他们想出了一些替代方案 先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接受CNN专访时才说 若台海爆发战争 通过武力拿下台积电也无法运作 到时全球出现锻炼危机 所有人都是输家 如今拜登政府护台晶片策略 随万媒报道曝光 再牵动国际局势 这一段好报道